不同於美食送餐平台 南投草屯這一家外送業者 還能接單幫忙跑腿 但這一張訂單 名叫榮兒的客人問 能不能幫我跑腿買衛生棉 而那一家的代購跑腿幫的員工 則真的幫他進了超商 來帶買女性衛生用品 外送跑腿人員進了超商還拍照 讓對方選購要哪一個品牌 講這麼久 重點其實只有一句話 要他在結帳時 麻煩把這個 一起給電源刷 他傳給外送員這一張代碼繳費 最後期限壓在當天10月4號 費用735塊 他把千元以內的小額繳款 跟看似即用的女性用品 幫在一起取信對方 這位客人要說 可以麻煩你們外送員 G7裡面iPhone幫我繳費嗎 外送員給出手機上條碼 逼逼聊生 幫忙繳清了費用 但錢也就這樣被騙了 因為當他抵達指定地點時 對方沒有再回應 根本聯絡不上人 外送業者只好吞下這筆帳 草屯這家外送業者9月才開幕 他們懷疑會不會是同業競爭 但回撥電話顯示的卻不在台灣 加上有人說 之前也看到了同一張大頭照 用不同名字在找跑腿員 懷疑是否為新型態的詐騙模式 已經報警處理 希望不要再有人受害 公司規定是不行的 就是以上面他們訂購什麼東西為主 一般餐飲外送員表示不會幫忙帶腳 而草屯著外送跑腿幫 本是好心先幫忙帶電 但對方似乎早有預謀 害他不只沒賺到一趟二三十元的跑腿費 還陪了夫人又折兵 TVBS新聞 陳啟鈞 陳家貴虹 采輪台中南投採訪報導